1998年,一部《黄珠格格》让主演们火遍了大江南北。 23年过去,小燕子少薇潜行修炼,在演员和导演的路上受过累累, 紧索范冰冰在娱乐圈风光了数年后跌下了神坛。 而紫薇格格林心如却在与明岛连八年遭背叛后, 被冠上了连累丈夫霍建华被移出娱乐圈的标签。 林心如做了什么?跟她从女神到拷贝下滑。 这里是刮旗娱乐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双命育女林心如的故事。 1976年,台北林家迎来了一个漂亮女婴,父母给她取名为林心如。 童年的林心如长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和一对长长的睫毛,很是他人喜欢。 作为衣食无忧的小公主,林心如很幸福,可是幸福的梦境却被父母亲手打碎了。 一年即时,林爸和林妈因为感情不合选择了离婚。 离婚后,父亲转身就和别的女人结了婚,生下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林艾维。 但林心如并不怨恨父亲,反而和静母的关系特别好。 狗血的是,后来林心如又撮合父母让他们复婚了。 也因为如此,林心如的骨子里多了几分叛逆。 到了高中,林心如从女校升入了男女混读学校。 刚进校门,林心如完全不把老师放在眼里,她故意把校服剪短,穿上了黑丝蛙。 魅力无限的她吸引了一大片男生的目光。 情书是一封又一封地塞进她的课桌里。 然而这些情书她完全不放在眼里,以下课就把不喜欢的情书通通贴在公告栏上。 给她写情书的男生们一个个都修红了脸,可他们都拿林心如没办法。 直到林心如遇到了一个长得像日本红星积天荣座的男孩。 16岁的林心如看着高高帅帅的她很是心动,在篮球场上为男孩拼命呐喊。 打完球后,林心如立马跟到男孩身后,两人你弄我弄,成为了校园里人人都羡慕的一对。 但毕竟只是过家家的年纪,两人经常吵架,没多久就分手了。 分手后林心如哭得不能自己,还没等林心如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,一个彩蛋砸到她头上。 高二的一天放学,林心如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被全欧公司经纪人艾米一言相中,邀请她拍摄广告。 但父母不同意她入行,想要把她送到国外读书。 经纪人不愿放弃,千方百计说服了林妇林母,让她留在台湾当明星。 1994年,林心如在一个音频广告里居然和郭富城撞了个满怀,这是林心如第一次体会到红是什么滋味。 之后,台湾中安录的导演居觉亮像中了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。 林心如也凭借这部剧正式踏上了演员之路。 同年林志颖被导演朱颜平盯上,进了笑领小子的剧组。 这部剧捧红了是小龙和郝少文,林志颖去意外的没有什么水花。 于是她又跟着朱颜平到了校园赶死队的剧组。 在这里,她邂逅了长得温文可人的林心如。 年龄相逢的两人就这样相恋了,如同电影一样,他们的恋情是美好的。 两人一起骑车,玩耍。 林志颖哥哥说,林心如是弟弟唯一带回家的女朋友,可一个是当孔顶流,一个是刚出道的小女生。 两人的结合注定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。 果然林志颖的女粉们不干了,纷纷地置之地恋情。 在网络还不发达的90年代,林心如就已经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。 这后,两人合作完青春偶像剧校园霸王,林志颖就接到了扶冰逸的通知。 在林志颖的告别演唱会上,台下几万个歌迷流下了不舍的泪水。 另一边的林心如看着林志颖登上演型的列车。 不曾想到,这一别就已经为他们的结局写好了注脚。 清场示意,事业得意。 在林心如20岁生日这天,她收到了琼瑶阿姨抛来的橄榄枝,成为了琼瑶旗下的一名艺人。 可当时的林心如只能接到一点小角色。 因为当时的琼瑶并不看好林心如,她觉得林心如没有受过专业训练,撑不了大气。 依旧小七年,琼瑶在挑选环珠格格演员班底时很是头疼。 一波又一波的演员面试后,最终终于定下了李婷姨来演小燕子,赵卫演紫薇。 此时林心如并不在入选的演员名单上,可也许是老天爷赏饭吃,机会就这么来了。 环珠格格开机后,李婷姨为了拍《老鼠龙之猛龙过岗》放弃了小燕子一角。 琼瑶一怒之下,只能把林心如叫来救场。 但此时赵薇的大眼睛吸引了孙树培的注意,她强烈要求小燕子一角由赵薇饰演,于是紫薇的角色落到了林心如身上。 口湖南卫视的领导看到林心如时,竟然觉得她太丑,要求换了她。 开拍后,林心如和食言而亢的皱姐毫无默契,又差点被换掉。 那时候,林心如是一把鼻涕一把泪,求着琼瑶让自己留下。 就这样,在磨合了五个月后,环珠格格杀青了。 1998年,环珠格格播出,首播当天的收视率成为了收视奇迹,高达54%,最高点突破65%。 播出意料的,随着环珠格格的爆火,里面的主角们也都火了。 那年,赵薇,范冰冰,林心如,苏友鹏等被全国各地寄来的情书淹没。 在林心如春风得意时,林志颖却进入了人生的低谷。 自扶完兵役以来,她的演艺事业一直不顺。 窝楼偏风连夜雨的是在林心如大火的这一年,她在赛车时发生车祸,又小掌还断了三根骨头。 更让林志颖不爽的是林心如和苏友鹏四十而非的友情。 于是,这对本不令人看好的感情就这样宣告了结束。 多年后,林志颖被问起两人分手内幕。 林志颖说,林心如什么都好,唯一不好的是,她的异心缘太好了。 一小小小年,环珠格格第二部将林心如的事业又推上一个高潮。 此时她和苏友鹏的绯闻正愈演愈热,正当所有人都觉得两人是不是真的有一腿石。 有狗仔爆出了她在拉斯维加斯和连凯欢度圣诞的画面。 这段扑朔迷离的师兄妹情,一炒就是好几个月。 从这开始,林心如开始陷入了大叔情望。 2000年,林心如和张铁林搭档新赌过仇城。 有意思的是,一年前是林心如皇阿玛的张铁林,一年后却变成了林心如的真命天子。 两人在戏中打得火热,那奇迷模样让观众不得不复相连篇。 面对谣言,林心如直言, 我的确喜欢年纪比较大的男人,但张铁林这种老头是绝对没有机会的。 2003年,林心如和陆依合作男才女貌。 八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让无数少女为之倾倒。 可林心如不爱陆依爱上了投资人唐继理。 而这个唐继理比林心如大了整整16岁。 两人的恋情曝光轰动了两岸。 面对台媒的穷追不舍,林心如直言, 她比我大十几岁,但我不太介意年龄。 甚至有知情人爆料她们互相见过家长。 唐继理的哥哥也说两人随时可以结婚。 2006年,霍建华在台湾偶像剧中杀出一条血路, 准备转向内地市场。 同年,林心如也告别穷瑶,签约华仪, 成为李彬彬的同门师妹。 很快林心如和霍建华相遇了, 两人合作电视剧《地下帖》。 彼时,林心如的心里只有唐继理, 而霍建华的心里还藏着陈乔恩。 两人都没有对对方动心, 反而因为一场吻戏而尴尬。 2009年,林心如和唐继理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恋情。 2010年,林心如凭借一部《美人心记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第二年,她又趁着打铁, 拉拉霍建华共同出演《青史黄飞》, 在大女主剧中杀出一条血路。 这时候的林心如身家已经过亿, 春风得意的她, 和霍建华的感情更进一步, 却不妨碍她牵起王小帅的手。 为此,林心如澄清说, 借酒借酒啦, 不然一会儿跟女拢要抱大腿, 一会儿跟男食指相扣, 我妈有十个心脏都不够用。 于是要有媒体跑去问王小帅他们之间的关系, 王小帅说, 没事没事,好朋友。 2015年,林心如39岁, 她和苏友鹏还有个著名的40岁之约, 要是40岁上方还没有结婚, 那就在一起。 眼看着约定之日就要到了, 林心如在生日会上许愿, 白马王子别再迷路, 赶快来找我。 这场生日会上, 等长辈都离开后, 林心如的心机人还特地为林心如安排了一场猛男秀, 五名肌肉猛男在林心如面前跳脱衣舞。 拖到只剩最后一条内裤时, 林心如被安排坐在一个椅子上, 猛男们围在她身边蹭, 亲她的脚背, 乱翻拉她的手在胸腹七处柔, 甚至拉她手塞进内裤。 事后有人问林心如是什么感受, 林心如说, 摸到有点恶心。 此时的霍建华和陈乔恩分手后心灰意冷, 而林心如轻轻地退开了她的心门。 2016年, 仅仅四个月的时间, 林心如就完成了官宣恋情, 八里早大婚, 公布怀孕三件大事。 魔幻的是, 这两人结为夫妻后, 事业也是双双下滑。 在后来的几年, 林心如和周姐的骂战, 乍圈门让她的人舍碎得稀巴烂。 同时, 她早年采访的视频也被翻了出来, 什么扎小人, 举报老师, 欺负同学等事情, 让林心如被一次次骂上热搜。 而霍建华什么都没做, 但作为林心如的丈夫, 难免被连累。 在舆论的漩涡中, 霍建华自愿暴跌, 不得不退出微博。 而林心如关闭了微博评论, 在一步步烂片中打转。 婚后两人的生活也成为媒体关注的消点。 他们也曾被拍到在街头吵架, 霍建华丢下林心如开车离去。 两人也曾经在微博上秀恩爱, 包下餐厅为彼此庆生。 林心如也和所有家长一样, 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发愁。 如今, 45岁的林心如, 穿上学士服, 拿着MBA研究生的毕业证, 赞许生和质疑生依然生生入耳。 回想二十几年前, 林心如从一个兼职广告模特寄身一线, 依然是不可复制的喜剂。 无论现在有多少次而生, 都不影响她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服侍众生。 这里是刮西娱乐,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趣的故事, 欢迎点赞订阅,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, 说出您的看法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